欧阳娜娜转发宋家微博被恶意解读 网友以后别熬夜拍Vlog 11月27日 知名男星高以祥录制综艺节目猝死离世 引起了网友们的轩然大波 很多娱乐圈里的明星也纷纷站出来悼念这位彬彬有礼 有非常绅士的大男孩 直到今天依然有很多粉丝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高危职业 同行们热爱的同时请保护自己 爱护自己四分钟之后 欧阳娜娜就转发了宋家的这条微博 没想到却引来一些黑粉的过度解读 熟悉欧阳娜娜的粉丝都知道 欧阳娜娜经常会在深夜的时候 开一些Vlog来与粉丝互动 增进她与粉丝之间的感情 于是由黑粉拿欧阳娜娜深夜录Vlog来说是了 他们冷嘲热讽地说 以后不要熬夜录Vlog了 其实欧阳娜娜也只是转发 并提倡保护自己爱护自己的微博而已 大家又何必去恶意解读她的用意呢 毕竟不管是明星还是素人 都要学会爱护自己保护自己啊